莫少,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围城,演播,田小莫 莫少,萧熟 第188集 明明就是一件小事,这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明明两人都互相在意,彼此的心里也都有对方 只是两人都别扭,谁都不服软,谁都不先开口,谁都不放过谁 王妈无奈地摇摇头,就去给宋燃准备饭菜 等王妈把饭菜端到楼上时,看到宋燃窝在被窝里发呆 连王妈开门进来都没察觉到 等王妈走进之后,宋燃才回过神来 看到王妈进来,还端上来饭菜 宋燃心里泛起一丝感动 但是,对王妈,却连一丝微笑的力气都没有 王妈 冉冉,你这是何必呢 先生他也是担心你的身体 可能他说的话是有一点过激了 但是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地关心你啊 王妈看着墨千行跟宋燃这样水深火热的关系 心里也是不忍,他想尽可能地调节一下他们两人的关系 宋燃听着王妈对他语重心长的劝说 也没有回应王妈,而是自己低下头,不知在想什么 过了一会儿,宋燃抬头看向王妈 我知道了,王妈,我会好好想想的 我累了,想休息了 你先下去忙吧 好,那我先出去了 你有事再叫我啊 还有,把饭菜吃了 再怎么样,也别跟自己身体过不去 身体好,才是你的本钱 王妈看着宋燃固执的样子,也不好再说什么 在离开之前,安顿了一下宋燃 然后转身就离开了 王妈出去以后,伸手关上房间的门 然后忧愁地叹息一声 心想,宋燃跟墨千行两个人都很固执 也不知道两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和好 在王妈离开以后 宋燃忽然想到,要跟齐君打一个电话 却下床在房间里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自己的包包 才想起,他的包包好像昨天落在包厢里没带回来 宋燃低头搭耳地再次回到床上 王妈干端上来的饭菜他也没吃一口 躺在床上,不知道在想什么 可能是太无聊了 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齐君从昨天在KTV出来之后 就让人去查了昨天的事 今天中午,查出了一点眉目 齐君的手下给齐君汇报的内容 和沐云查出来的内容差不多 但是,比沐云厉害的是 齐君的手下查到 当天晚上,在他们剧组聚会的那个包厢周围上班的服务生 找到那服务生之后 询问很久才得知 洗手间门口那个正在维修的牌子是他放的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齐君让手下找到那个服务生 把他带到房间里询问 你昨天下午是在欢乐时光KTV上班吗 那服务生看到手下穿着黑色西装 还很严肃,不够言笑的样子 服务生还以为自己惹到了什么大人物 吓得全身都在发抖 也不敢说话,不敢乱动 是,是,我昨天是在那里上班 齐浩白,齐君的手下 他看向服务生害怕的话说不利索 语气就没有刚刚那么严厉 放缓了对服务生说 你不用那么害怕 我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问一下你 昨天下午都做了什么 有没有什么人找你 好,好的 你要问什么 我一定都,都告诉你 虽然齐浩白告诉他 不要那么害怕 可他之前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所以服务生说话 还是颤颤巍巍的 昨天下午你是在欢乐KTV上班吗 是,是的 我昨天下午和晚上都在那里上班 那你昨天在三楼B09附近吗 是的 昨天我负责的区域就是B01到B30 那你昨天上班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异常 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啊 那我这样问 昨天你是不是在洗手间的门口 放了一个正在维修的牌子 对啊 那你为什么要在洗手间的门口 放一个正在维修的牌子 我记得当时 好像有个女人过来找我 说什么洗手间的水龙头坏了 喷了她一身水 为了不让别人 也像她一样 被喷一身的水 让我在洗手间的门口 放一个正在维修的牌子 以防万一 别再喷到别人 女人 你还记得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子吗 七号白听到有重要的线索内容 就立马着急地询问那个服务生 当时周围太黑了 我没太看清她的脸 只是大概看出 她的个子不是太高的样子 好像头发 也不是特别地长 刚好到肩膀的样子 别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七号白听着她说完之后 低头思考了一会儿 她的心中 大概已经有了方向和定夺 七号白问完 觉得差不多已经有了大概方向 就抬头对那服务生说 好 我大概了解了 今天谢谢你啊 还从包里 拿出一点现金 递到那服务生手上 谢谢你今天给我说的这些 这件事 我还会再继续调查的 希望你说的句句属实 如果被我查出来 你说了谎话 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了 当然 我今天说的话句句属实 我不会骗你的 虽然不知道你今天说的话 是否属实 但是还是要感谢你 今天对我说的这些 也希望你说的是实话 七号白说完这些之后 就离开了包厢 只留下那个服务生一人 七号白没看到 那服务生带她离开之后 嘴角发出一抹 让人看不懂的笑容 等七号白刚走 她就迫不及待地 数路数手中 七号白递到她手上的 那一袋钱 她看着这钱 眼睛都发亮了 脸上也都是贪婪的神情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击